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狗是孔庆东人的最好朋友 我觉得孔老师也是一朵浪花 他是翻天巨浪里 现在他只是言论之一 他翻起一朵浪花 这个事咱们要从浪花看到底下的暗涌 你知道我真是感觉有点不方便 真的不方便 昨天我在深圳我要来 我的朋友就跟我说 你还去尖他嘴 你当心香港人冲你唱歌 我说唱什么歌 我最近不太了解这形式 他们是唱反黄虫 说现在大陆人到香港街头 会有香港人排一排 跟唱赞美诗似的 说你是黄虫 你是害虫 你是害虫 就少数很少 就出了两个例子 咱们看看图像 咱们看看图像 说我是黄虫 这是说香港某报章 登出来的香港的广告 说你愿意香港每18分钟 花这么多的圈 养双妃儿童吗 就是说内地孕妇到港生孩子 然后说香港人忍够了 然后这个广告 其实没有得到广大香港人的支持 我们必须说 也有香港人反对 但是大陆人也反对了 你看 徐老师说 你们上海网友自己做的 上海 上海你 前发笑 前发笑什么意思 吃不消了 上海人吃不消了 说你愿意每一年花费40亿 什么什么什么的东西 大概是说支援香港人 还怎么着 我看不清这次 然后你看 外地人 你愿意美国每100个人里 有一个中国人跟他们做邻居吗 美国人忍够了 你看这上升到国际族群矛盾了 然后你再看下一个 这就是 这个是他们恶搞的讽刺 现在的穿越剧 说现在的穿越剧都是傻妞进宫廷吗 说你愿意任凭某个当代傻妞 在紫禁皇城 肆意妄为吗 皇上说忍够了 强烈要求时空管理局介入阻止当代傻妞 无节操穿越 强奸历史 你再看下边 你看我们深圳人 还是胸怀宽广的 说来了就是深圳人 深圳欢迎你 深圳欢迎你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说他们说的香港人戴着口罩冲大陆客唱歌 说大陆客是蝗虫吗 不是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说大陆游客有在这蹲着 或者说有一些举止 他们看不惯 就有香港的哥们 你看 我觉得像传道的 反正他们说是唱歌 我觉得可能大陆的游客的表情 也像是没听懂他们在说什么 因为他没用普通话讲歌 用广东话 但是我知道香港人不都是像这些香港人这么想 其中可以赞赏的就是徐老师的学校 岭南大学 我在大陆都看见新闻了 说岭南大学的学生们 帮我们大陆人说话呢 是不是 对 但现在呢 最主要 这个香港的这种反蝗虫论背后的理论指导家 是一个人叫陈云 就是他们系里面的老师 那是我的同事 那是 那也是我的朋友 是主张香港城邦论 就认为香港啊 应该要自治 就不是港独啊 请千万注意 还没那么严重 他的主要的理论依据是这样 是说香港从来都是个移民城市 从来都是从大陆来的 但是呢 在过去这二三十年来呢 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就从前来香港的人 是一些难民 那些难民呢 是不满当时大陆的局面 然后想要跑到香港来 拥抱另一种价值观的 那么现在大陆来香港的人呢 却是一种 在他眼中看来是 第一被腐化了的中国人 第二 认同跟拥抱 甚至勾结 今天中国某种主流价值跟思想的人 那么这些人 他从根本上 跟现在的香港人是不一样的 而这些人不只是 外在言行举止 不文明 用他的讲法啊 而且是思想根底都不一样 因此这些人来香港 图拿香港的好处 但是只会腐化香港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理论依据 所以他认为香港应该要严格的 跟大陆要有某种的切割 那么这是陈云那本书 我很粗糙的简化 他的那个讲法 那么现在这帮反蝗虫的年轻哥们 主要是香港网上的一群的论坛里面 一些年轻小伙子 所以香港愤青吗 香港愤青 然后呢 我觉得这背后的背景 其实很复杂 就是说 他表面上看起来 是为了针对这些所谓的双妃孕妇 就是说 爸爸妈妈都不是香港人 大着肚子 赶快跑到香港生孩子这一群 好像表面针对的是一些所谓的 不是太尊重香港生活习惯的自由行游客 但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 包括比如说这几年 很多香港人觉得香港会不会 他原有的生活方式 我们相信的言论自由 比如说我们有些学者做研究 开始被大陆官员批评 就是说 那我们向来我们学者爱干嘛就干嘛 对不对 你官员干嘛批评我呢 还有很多香港原来的一些价值观觉得是不是正在逐渐的被变化 那么这种种的恐惧压力加上过去有些对大陆的瞧不起 但是现在大陆就开始有钱了 那有部分人是感觉财大气出了 香港的楼价也贵了 那楼价一贵 很多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 街头的小店就没有了嘛 对不对 都变成民店了 那么这很多很多的东西 加起来很复杂的一个情绪 我觉得民粹啊 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说 你真的要分析香港现在面对着许多问题 你还是要还原到一个一个问题来解决 但是呢 民粹呢 就喜欢简单化 就把这一切复杂的东西 简单的归结为 就有一种大陆人叫蝗虫 把他们赶走 我们就好了 这么 这么是一种非常简化的一个做法 用这个简化的做法 你可以宣泄情绪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那个情况 但那个导火线是狗蛋论 对 怎么就狗蛋就出来了 就是他那个 吴敬东老师 他的言论嘛 后来他后来据说 反正他在博客上又否定了 说他没这么说过 但是那段事项我是看过了 他大概的是说 香港也有 香港也有好人 但是有些香港人到现在还是狗 另外你说 你要故意不讲普通话的话 你是王八蛋 那么这个在香港的社会上 这个虽然你说社会矛盾是固然 大家都存在 但是这是一个导火线 引发的非常厉害 引发的非常厉害 还有一个导火线 就上回我们也看过 这么讲 我觉得其实也有断章取义的性质 全文 对 但是就是按照这个全文的来讲 也是政治不正确的 这个里边 一下子牵涉了四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语言暴力的问题 第二个是中港族群关系的 互相谁看不看起的问题 第三个是普通话跟方言的关系 这个问题太大 第四个是关于人质跟法治的关系 因为他最后说了 这个香港人是 因为香港人比较不好 人不好 所以才需要法治 这是原话我听到的 意思是说人好的话 叫人质就可以了 这个是香港人最害怕最害怕的 因为香港人坚持的一国两制 不单是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 他们最自豪的就是所谓中文管家 就是我们是个法治社会 而且他也看到中国近些年来 是往法治的方向在发展 但是有人如果说 他是在激动当中也好 华中屈从也好 怎么样无意当中 因为我知道 孔教授的言论是有很多人支持的 其实是有一定民意基础的 有很多人是这样看的 但他们可能没注意到 他的理论依据 这个理论依据说 你香港人人不好 所以欠抽 欠抽 这个所以呢 才需要法治 那这个呢 这是香港人 所以现在演出的 这个蝗虫 这个族群关系毒化 这个是中间 除了误解的成分以外 的确有价值观的 非常本质性的冲突 可是呢 坦白讲 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这种 所谓的文明不文明 这种讲法 就我一直觉得 过去我们中国人 讲文明这个字眼啊 有时候 我是听得不太舒服的 比如说 当然在中国大陆 我们到处一天到晚 都在讲文明嘛 对不对 然后讲文明呢 我们就把它归结为 几种外在的行为表现 有时很多大陆游客 到了香港会 回去之后 其实会觉得香港挺好 觉得香港人比较文明 怎么叫文明呢 比如说比较干净 比较手势 不随地土台 不随地土台 会排队 可是呢 我时常觉得啊 我宁愿把香港人 跟部分大陆游客的 行为上的差异啊 看成是生活习惯的矛盾 多于是所谓文明跟不文明 因为我觉得 一用文明不文明 这样的字眼是很危险的 就等于像当年 英国人去印度的时候 觉得印度人太不文明 都坐地上用手吃东西 对 但那实在不是文明的问题 因为我以前也说 我在我看来 你蹲也其实没什么不文明的嘛 对不对 蹲为什么不可以是一种 人类合理的姿态呢 对不对 但是话说回来 我认为大陆游客到了香港 就等于去 你去任何一个地方旅游 你都应该尊重 云江随俗 对 当地人的生活习惯 你要尊敬他们 别说你到了泰国 我们中国一般看着小孩很可爱摸头 对不对 但你知道到了泰国 你绝对不能摸人家的头 因为那是非常不礼貌的 那我们要尊重人家的习惯 我们中国也说嘛 不能摸头 对 男人的头 女人的腰 这两样东西 是 都不能摸 不能摸 大头小头都不能摸 对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作为一个大陆人 大陆游客的问题 当然有很多 但是我觉得咱要是短平快 很简短的解决这问题的话 从一件事做起 我的个人的建议 声音小点 真的 我现在觉得 只要声音小点 声音 一切都会好很多 香港人出外旅行 声音也很大 对 所以 这个来讲 倒不是内地跟香港 你说的对 这是中华民族的问题 这次我也挺欣赏 有的香港人 自己也反思 说我们骂大陆游客 声音太响 我们香港人的巡船团出去 不也是高鹤鹿 包括台湾人跟你说 也是大喊大叫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 我就觉得你看 声音小一点 你发现没有 别看从这一个地方 开始修行 我觉得它起到的效果 是全身性的 当你到一个场合 比如在博物馆 你知道说话声音小一点的时候 这意味着什么 你开始考虑别人了 你开始考虑整体的气氛 你开始考虑入乡随俗 你的感受更敏感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觉得中国人 现在最大的特征到外国去 人家就是侧目 你不能说这是你的文明 民族性 因为你这个民族性 有点扰民 老实讲 我都有这个毛病 甚至我就跟你说 现在年轻人的修养 好过我们40岁的人 因为有一次我跟一个小妹妹 在一起走路谈话 这个小妹妹都会对我有意见 说你说话声音怎么这么大 咱们在商场 我就发现我们这种粗糙的社会 环境下长大的人 我都是声音爱大 而且还有一点 我觉得比较特别 就是你声音小的时候 你会听到别人说话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说话声音大 大到一定程度就只听到自己说话 你听到别人说话 你才会听到别人的感觉 你才会开始考虑别人的角度 不过我讲话说来 就从考虑别人角度这一点来想 我常常看到香港人今天 对大陆游客移民的不满 这个不满好几种 一种就是我刚才说那些 大肚子赶来香港生孩子的这种 还有一些来香港炒楼的这些 其实你回想二三十年前 香港人移民加拿大 情况可能比我们现在这样的还糟 为什么呢 你想象当年一个 你作为一个温哥华的白人 你发现你这整个区 比如说像Richmond那个区 全被香港人占满 而且把地价 楼价也超高了 地价也超高了 然后他把树给砍掉了 盖房子 然后呢 而且满街的招牌 写的是你看不懂的中文 你真的会有一种 被人入侵的感觉 对不对 而那个时候最夸张的时候 达到什么程度呢 我有一个同学 他亲口跟我讲 说当年他们在加拿大上大学 上那个导修课 导修课人少嘛 十几个人上课 十几个人里面只有一个鬼仔 从这个助教到学生都是香港人 后来大家决定 加拿大在某些地方变成香港殖民地了 然后他们决定 干脆用广播话讲 劝那个老外学生 你调到别族去 那边讲英文 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而当年其实加拿大人 我觉得虽然也提出过黄霍略或什么 但大体上对香港人是相当宽容 但是他们现在也有一种很不好的情况 在日本啊 在英国啊 就是华人在的一些地方 一些饭店啊 一些车厢啊 他就把你的旅行团安排在一个地方 就是故意把你们的安排 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种族隔离政策 其实不是尊重你 OK 不是对你好 而是你们这样的人 就让你们放在这个地方 他虽然不然跟你说 是香港人提出抗议 其实是真的是平等相待 我在我看来 如果讲两边的互相看不起啊 我说实在话 内地的有内地的来香港 说看不起香港人的 其实是很少的 他是怕被人看不起 怕被人看不起 对不对 所以包括愤怒 我觉得这孔教授话 内地很多名义支持 我觉得很多人在香港旅游 有这个同感 他们觉得你 你为什么看不起我们 只有我们气氛 但是反过来讲 香港人现在 看不起内地的游客的心理 他看不起好像是你站在高 对不对 他第一吧 实际上心里也是害怕 害怕什么东西 因为自己的优势在上市 对 自己的优势在上市 而且害怕什么 害怕我刚才讲了 你的暴力啊 你的语言暴力啊 你的这种 你说习惯的话 你这种习惯我受不了 你来来来不来 就浅测误 我们受不了啊 第二就是说 你用普通话 把我们的方言全否定掉 说我们这个就 你看这个 最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 你们是因为人不好 才要法治 香港人骨子里 害怕这个东西 不过我想补充啊 就是反过来想啊 就虽然我刚刚说那个话 好像在批评香港人过去 你们自己也做过蝗虫 但我其实想讲的是一个很普遍的道理 这个道理是什么 任何时候 如果有人想要大规模的移到另一个地方 多半是因为 你会觉得那个地方有比自己好的东西 会让自己安全 现在回想起来 为什么那么多人大的肚子要跑到香港生 为什么到香港买楼 我觉得你大陆人再怎么批评香港 其实都要承认 香港有些东西是要比大陆好 要不然你干嘛那么想到香港生孩子 你为什么那么希望他有香港户口 为什么希望自己小孩来做狗呢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如果香港都是狗 都是王八蛋 你把孩子送到那 那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到一个地方生小王八蛋呢 所以最主要理由是 香港的确有优越的地方 当然 而这个优越的地方啊 我觉得是过去在大陆啊 从来跟任何地方都该是这样 只不过现在正常了 而且我看到一篇文章啊 我觉得作为我们大陆人啊 也应该这个和谐一点 就是说 一个常见的论调是香港靠内地养活 这指什么呢 香港的蔬菜 淡水 活钱 活猪 都是广东省供应的 对吧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这个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并不是无偿的呀 这是买卖 对吧 这是香港跟广东买卖嘛 然后呢 如果当年内地不肯供应的话 香港并非就活不下去 无非就是调整本地产业结构 部分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 而且拒绝做这种损人损己的事情 你还谈什么恩惠呢 对吧 这就是包括亚洲金融风暴都说 中央政府动用外汇储备 打跑了这个索罗斯 这篇文章谈到 说香港充足的外汇储备 97年香港有960亿美元的外储 为这种联系汇率跟美元的联系汇率啊 托底 他说这是索罗斯攻击港币失败的这个原因 98年8月 香港政府动用千亿港币 买入横止成分股 拉高香港股市 才彻底打跑索罗斯 这个 对 你不能说就完全是中央政府 救了香港 对 去下广告 枪枪三元行广告之后见 能源危机 问题的零界点 战略专家为您另寻绝境出路 从你通盘布局 借各国国语之谜 借全球策略之后 红花狼还宇大战略 新西医凤凰卫视中安台 传场千年量造工艺 历尽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降向典范 红花狼 其实文道你说啊 是不是这个香港人和内地人呢 从很早很早以前根上 他就有点互相瞧不上呢 不会 不会 我觉得不是的 恰恰相反 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短期形成的现象 一直到了七十年代左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左右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香港人身份 这个意识 才逐渐形成 这是因为当时的港英政府 是希望 开始让香港有自己的身份感觉 好认同这个地方 要不然的话 他会觉得当时有管制困难 但这不完全是港英的阴谋 也事实上是因为 当时香港跟大陆的 这个相对隔离 香港自己社会经济发展起来 各方面的差距拉开了 这个身份才出现 而在七十年代以前呢 香港人的那个身份意识 是很模糊的 他们会比较认同 主要人群会认同自己是广东人 那时候有个流行的概念 省港 省港澳 还有 你开周大福 周一开就是省港 开店 你四九年以前也不用身份证 所以随便来回 而且我常常指出一点 就是香港跟大陆的经常的常态 更多的是联系在一起 这个联系 甚至香港 我觉得在整个现代史上 对中国的参与是无意不语的 从第一次广州起义里面 阵亡的烈士 有一半是香港人 对对对 然后一直下来是没有中断过 几十年来 无论是大陆的华东水灾也好 民主改革也好 各方面 香港一直不停的在 在参与跟支持 没错 而且你知道到后来 建国后这种联系 因为他很多亲戚在广东 对 那个时候 大陆饿死人的时候 香港这边一包一包的 给自己的亲友 往大陆寄这个 而且不要忘了 就过去有几十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唯一能够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